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如何面对得罪我的人呢? 而我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力呢? 格林多后书第二章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提醒我们要悔改并且赦免悔改者活出香气 首先保罗写信提醒教会 要悔改免得教会使他忧愁 而教会因着责备而忧愁 真正悔改 而保罗也深信教会是以保罗的快乐为快乐 在真爱当中的悔改是真的 并且第二提醒要赦免那真正悔改的人 赦免安慰 那忧愁悔改的人免得他太过忧愁 让撒旦有机可乘胜过他 我们要赦免人 如同保罗写信是要人知道保罗的爱 知道保罗对教会的疼爱 并且教会赦免谁 保罗也赦免谁 是的 保罗严厉的责备教会 是为了让教会忧愁 真正的悔改 悔改后领受了赦免的恩典 要彼此赦免 保罗的行踪到特洛亚 主开福音的门但因着不安就往马其顿去 延续上一章提到了保罗行踪的交代 而最后提到了香气 有些人有死的香气叫人死 而有人有活的香气叫人活 死的香气就是人为力混乱主的道 贪财而混乱教会 但是保罗是凭着基督 诚诚实实的讲道 带来那个生命的香气跟祝福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帮助我们选择被提醒的时候 赶快悔改 忧愁悔改中经历到神的怜悯 也让我们赦免 那得罪我们的人 让我们带来生命活的香气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